您看这个裁剪 您为裁这条龙 您必须得算计好了 您看龙须子 龙嘴 龙眼睛 这就费了大功了 龙爪都得给它接上 玲珑枕是咱们中国寝具文化代表之一 那会儿咱们中国游猎民族 它得满市走啊 拿个包 拿个枕头 也可以当铐着 也可以枕 我叫马晓明 今年68岁 是玲珑枕第四代的传承人 咱们里儿和那面 给它连起来 缝 到这个缝之间 必须27针到30针之间 看见没有 我这都洗干净的 什么渣都没有了 好 里填猪啊 填在这黑骨桥壳 完工 这叫梅花金钱枕 你看看外边像不像一朵梅花 里头像咱们中国的古钱帝 这叫一个肘堆 这就没这个洞了啊 有喜字 这不一只凤凰 你看 这几乎我们给冰做的啊 皇家贵族的了啊 也是海水江崖的 那个起面叫大金条 我和我老伴69年结的婚 那会儿呢 我们老婆又得了半身不随 但是她思维特别清楚 告诉我怎么做的玲珑枕 怎么裁 怎么缝 现在传承它都是流水线了 你这个传统下来就是手工的 你现在流水线做下来跟这不一样 但我就看不了这个 我还是死脑筋 我就坚持我这手工的 好